颈椎突出的症状有哪些? 繁荣,骨科蜕变与肿瘤病区,副主任医师 咱们问的这个颈椎突出 其实主要老百姓还是操心的是 担心的是颈椎肩盘的突出 而骨性结构一般不会出现突出的这些问题 颈椎肩盘突出也是由于长时间的颈椎肩盘 受到一定的一个推行性的改变 受到的硬力负荷太大 出现蜕变引起来的 它椎肩盘向后突出压迫到相应的神经 神经根脊髓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 偏移侧的往往会出现根性的症状 出现上肢的一个放射痛 它神经支配区域的麻木 压迫到脊髓之后往往会出现四肢的麻木 脊髒力增高,卸调性下降 甚至脊髓型的这些症状 病例征阳性,行走不稳,易摔跤这些 一旦出现相应的症状 还是建议去医院正规的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了解到突出对神经的压迫程度 这样医生才能够有敌方式的去做治疗 在压迫早期可以采用相应的牵引 理疗,治疗 症状往往是都能够得到缓解的 在压迫的程度比较严重 时间比较长的 已经出现脊髓受压的这些相应症状的时候 往往还是要建议早期的去手术干预,解除压迫 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脊髓功能的恢复 让病人的后遗症降到最低 专家提示 一,上肢放射痛 四肢麻木 机伤力增高 协调性下降 行走不稳 易摔跤等症状 二,一旦出现相应的症状 应及时就医 确定诊疗方案 三,在压迫早期采用牵引 理疗治疗 症状可缓解 四,压迫程度严重时 应去手术干预 以恢复脊髓功能 减少病人后遗症